闭眼 闭眼 我想我也需要你 你是我最依赖的这笔 也突然觉得 你好像没有这么幼稚 你说我幼稚 你居然敢说我幼稚 我要是幼稚的话 我还能拿我这个心理学专业 把你追到手吗 对哦 念琴 我这两天毕业活动有点多 我就搬回程云那儿住了啊 你离得近也方便嘛 好不好 就这么说定了啊 记得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不用打扮得太帅 随便洗把脸过来就好了啊 好啦 乖乖的 乖乖一起弹琴 乖乖吃饭 乖乖的啊 好呢 嘻哦 嘻呢 嘻õ 立 seams 最后 最后小王子 还是回到了 他最爱的玫瑰的星球 怎么了 苏老师 没什么 就是有点羡慕 我最近好像总容易这样 羡慕 有什么可羡慕的 你和桑老师以后 一定会比这个故事里 更幸福的吧 以后 很奇怪对吧 小薇说以后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想我们的以后了 那就结婚吧 既然你不能没有他 总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之前觉得妖艾的 结婚这种磁力 我好像很遥远 可现在 我好像有点期待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